咱们今天第一天 代彩的订单差不多干了 都有个12到15个 你想想 就是平时我们不接这种代彩订单 你想一天的飞多少订单 这些机子 你这看吧 是不是 没有 你感觉这里面有没有走眼呢 基本上没有 有的话也就一个半个的 一个半个 然后你下回给它做个记号 然后一会直接拆开看 先看这个12128 这两台是有一个人 是谁要的这两台 打到平衡讯 下单的两台那个小花的 这两个你是当小花收的 我当小花收的 它量都要给我的 等于是从它量的里面挑的 小花是吧 对 我操你挑的小花标准真高 这两个多少钱 看一下它采的价格如何 这个应该是在175 1218 每当我所的 1800 小花机也有1750 它应该是给你报的1850 是量机 然后你从它量机里面 挑了两台小花量 1800 价格也差不多 像这种无就所谓的 无就所谓的 只要机子原装就行了 这两台机子我看了一下 是原装的 但是 这个蓝色你看一下 你不觉得它下面这个喇叭网很诡异吗 这个黑色的就属于正常的 这个蓝色的喇叭网像后装的 我当时还没注意看 我想说它这个盒有氧化 没事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它自己本身做档口 做了差不多9年到10年了 基本上都是手档口 其实说你手机上贴了个标 我们也可以拿回来去拆的 这个蓝色我们一会儿会去拆开 看一下 确定没有问题 就直接给你安排办法 这三个是一家的是吧 对一家的 看一下 14 Pro Max 咱们目前现货有五爪的话 是只有256的 521TB没有 这个是屏幕前看的 一个兄弟下单的 屏幕有点轻微打磨 你知道是吧 对它说可以来试一下 就是能贴膜 咱们就过 没有办法 带踩的就是这样 会有一些轻微打磨的 尤其是美版的机器 这个屏幕感觉看着怪怪异的 看着不像压的 但是又感觉有点怪异 这个屏幕你看一下 因为这个屏幕它是没有打磨 但是又是完美的 就是我看了当时 一般美版的这个机器 从当我踩的话 就是没有打磨 屏幕还嘎嘎完美的 很小 这个是压的 是吧 有鼓包 有鼓包 我当时因为它那个地方 那个灯光比较好 没事没事 然后这个给它打个记号 一会咱们结束之后 然后把要拆的机子拆开 看一下是否是压的 因为加一加 这是今天第一天 感觉怎么样 还行 就顺手的事是吧 对 不像以前你们踩的 这个可能要的多 那个要的少 就说本来现在踩的话就是 比较零散 这两个是圆的 13256的 咱们要的是小花的吗 对 93星的 你这个小花挑的 标志挺高的 我感觉挺好 在一堆里面 扒拉出来 这个13的档口熟不熟 不熟 今天也是第一次跟它 冒陨 它这个机子应该是 没问题 应该是圆的 它新到的 很多货 明白了 这个13稍微保留一下 因为也是第一次 是吧 对 一般熟档口的话都好说 因为熟档口它不会迷扯 圆的就是圆的 压的就是压的 但是生档口它压的 告诉你 圆的就是圆的 烧死了 这个是15100是895锁的 因为我们成天摸手机 建的太多了 就是一个手机 它如果是想翻新 除非它全部做到 它只要有一个点 暴露出来 基本上就是 压的 这个可以过 13Pro2565锁兄弟们 这个缺死了 我操 你能从市场找回来 四台 能找回来四台 都已经很屌了 来过来看一下 像这个 这边有一个科 看到没有 看到了 这个是我跟他讲的 因为原装的太少了 像这种人应该是给它砍了 有个50到100 反正我们砍多少钱 然后给告诉客户 你能接受这个东西 也给客户少多少钱 因为怎么说呢 现在货很缺 以现货原装为主 不要说 我要13Pro 我必须要电池90的 我必须要完美的 那你像这样的话 你二手机像的是什么 你再许愿 你许愿你就很容易挨炸 知道吧 你会拆新吗 我不会 真不会假不会 我只会拆 6S P跟6S 从7代以后 你没拆过了是吧 没有 因为插的瓶费 太贵了 一千多 然后面容一千多 你不会想算了 这种东西有时候 学费该交交 嗯 然后屏幕前有一个兄弟 下单了一台 14Pro 128有锁 98星 电池90以上的 给你们说一下了 找到了一台 小花亮的机子 给你按93星就算 然后电池是88 然后到时候退你 插一下 紫色的 这些都是圆的 目前啊就这三台机子 可疑啊 咱们去拆一下 你要不要试一下 你教我 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跟你说 像这种机子啊 维扎螺丝打下的时候 我们尽量是从侧边去敲 因为它这个底部 很容易内刹 基本上侧边的时候呢 对到这边毫米波这个位置 嗯 从这边 直接往下扎 扎下去之后呢 然后呢 在这个刀片这边 第九经 第九经 然后变变 顺着这个里面 去往两边走 好 它这边酒精渗入进去之后 它就已经接近有点松动 然后这个时候 看到没有 嗯 我们现在 边上已经稍微翘起来了 对吧 嗯 现在刀片是不是在里面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 就往这边去 敲点酒精 其实这种已经很好拆了 不需要那个什么 乱哗哗哗哨的那些工具 这个支架手就进来了 对 流程我知道 只是没动过手 哈哈 老母这次拆手机 在上一次的时候 应该都是半年前了 我也好久没拆了 因为有小弟都会去拆的 然后到上面的时候 一般是什么呢 就是 左右摇晃一下 左右摇 比方现在往右边摇 左边上面 它风气就会大 低一下酒精 然后呢现在往 左边摇 往右上角去低 你们别回来看完之后 又说学会了 自己在那块瞎弄啊 回来屏幕拆过了 说 都怪你们哥 就是我看你的视频 我赶紧我学会了 别忘了 嗯 看了一下啊 没有问题 但它这个手机拆过 看它这边放手机就没有了 它屏幕这边也没有 应该有可能啊 这台手机是去 行过相当水印 或者说 喇叭有坏 换过喇叭外配 对 像这个手机的 我们就不用管了 因为这些手机 电池都很低 我们看完没有问题 直接送去移植电信就可以了 这个屏幕 你刚才说看古宝在哪看的 这 这个屏幕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我看了它箱下开板的 嗯 你看这是每个人看的点不一样啊 你们看你们可以去看点热闹 但是你们别看 如果感觉自己学会了 你知道我就受不了 它灵动到 嗯 这个颜色发红 哦正常是黑的 盖板颜色不一样 所以说我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喷着它 兄弟们 这台手机啊 我跟佳佳呢 我俩同意把它判定为压格板的啊 一起拆开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压格板的 代拆手机兄弟们 你得专业 你得懂 是不是 你说说法了 这个手机 是不是原装的 你自己都不懂 你怎么帮粉丝代拆 粉丝最后发现被翻车了 你来一句什么 哎呀我当时看着是圆子 但是我没想到它是压子 真正奇迹的时候到了 看咱俩猜得对不定 呦 这个颜色不对 哎呀 你看着没 你知道我刚打开的时候 为什么说这个油啊 我吵它这个贴纸居然做了 你知道吧 嗯 它把这边贴纸贴了 上面的胶圈也贴了 嗯 但是正常这边的是金黄色 它这个是发浅绿的 来你看一下 我都说了 它一定会弄出破摘的 这边没有贴纸 牛逼来 来 哎呀好 兄弟们 这个是压格板的 像这个呢 我们就要退给档口了 因为档口都熟悉 所以我们拿回来 机子都可以去拆的啊 这个13其实应该是不用拆的 应该是圆的 然后看一下 今天还有哪些机子 咱们没收 除了有个13 mini 256 嗯 好像还有个 十字Promance ETB 白色有锁的 这个机子今天没找到 缺死了 我 是没有ETB这个内存 还是压根就没有白色 这个内存就 有锁就没有 十字Promance ETB 有锁 屏幕前谁下单的这台手机啊 明天再帮你找一天 如果实在找不到 只能给你 退掉了 退掉了